我們現在這題是一個有理化的題目 我們就開始做 因為其實這個又是level zero的題目 也很簡單 我們會選擇上下都是整班開方三減開方二的 為什麼要做這個過程呢 第一它這個開方三減開方二 它上下是一樣的時候 那就是說它等於一 那整題沒有變 那第二樣 大家要記得我們有學過的公式 A加B,A減B 就等於A二次減B二次 那我們又用回這個公式 最主要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有理化都是用這一種的公式 在上面就開方三減開方二 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好,那我只要代入 其實A這個就是開方三 對,那它二次就是二次 其實就是開方三減開方二 因為這裏就不能再逆選下去 所以就已經是我們最簡化,最Rationalize的題目 這裏就是答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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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,那就是一種大部分